尤其是你要收钱的这个casual counter 真的很适合用U&M 因为它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 你的收盈人到底收的是50块 还是100块 或者是等等等等 大家好 又是我Sery Tong 暗房大姐大 今天很开心又见到你们了 我今天所要分享的主题就是 CCTV的镜头学 我会和大家分辨出 Fixed Lens 和 Very Focused Lens Fixed Lens 我们叫做定交 Very Focused Lens 我们叫做边交 好 我就从定交开始说起 其实在摄像头里面 定交也有分成几个不同的Size 第一个就是2.8mm 第二个就是3.6mm 还有6mm 其实还有很多的 可是这三种是比较普遍化的 那么我就从2.8mm和3.6mm讲起 其实它两者之间的差别不是很多 因为如果你选择用2.8mm的话 它的角度在于90度 3.6mm在于80度 那么呢 这两者的效果 取决于你的那个天花板的高度 如果你的天花板是在1.3mm以下的话 我们是建议你用2.8mm的 可是如果是超过2mm以上 3.6mm的这个镜头呢 会比较适合 到底这个6mm有什么区别 其实6mm呢 它的角度在于50度左右 那么窄的到底适合用在哪里 其实呢 好像一些地方 它是直接罩住counter的话 6mm真的是在适合不多 因为它的角度狭窄 它可以很明确的照得出 桌子上面是有什么东西 尤其是你要收钱的这个casual counter 真的适合用6mm 因为它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 你的收银人到底收的是50块 还是100块或者是等等等等的 这个是非常适合用在这种明确告诉你 你的桌子是要造什么的 好 那么第二部分呢 我就和大家解释一下边角 再一模我们叫做baby focus lens 边角的这个摄像头 到底适合用在哪里 通常呢 我们都会很建议 大家如果又在户外啊 例如爸的商场 停车场 一些你们还不能确定它的角度 的一个定角的问题的话 那么 边角就是这个选择 例如停车场 可能你的车有时候会停远 有时候会停近 因为这个边角的摄像头 它是可以利用系统去 帮助你去调节它的角度的 所以在这种方面呢 是非常适合用边角型的摄像头 那么 今天呢 这个短视频我就大概讲一下 这个定角和边角 在下一个短视频呢 我就会为大家解释一下 第二部分的镜头学 就是从zoom lens开始 如果喜欢我今天的影片的话 就记得多多关注我 我是Sermyn Dong 安防大姐大 最后送上一句 先安防或预防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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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